反正一句话 扫不平我们就压 压不平我们就扫 扫不平我们就下班回家 哈喽老铁们 今天我们又出来干点小活路 平个地坝 也就是找个场地收个平 今天这个场地看着有点大 但是插的图不是很多 深的地方差不多十几公分 浅的地方只有三四公分 最让人头痛的是 今天拉的这个土啊 里面石头比较多 有的比较大 放到那里又高了 我们再往里面转的时候 就顺便挖个坑坑 把大一点的石头 给它掩埋起来 这样我们找平的时候 就好找一点点 这个土呢 是我们徒弟在另外一个地方 把它装过来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个视频 他们呢 目前为止啊 装个车 基本上是没多大问题的 然后啊 就让他们在那边装车 我就在这里收平 今天这个活呀 我们也是包的 然后呢 调用了两个挖机 一个枣瓶 一个装车 装车呀 他们装的有点慢 无所谓 慢慢装 我这里呀 慢慢剪 反正呢 它那边结束 我这边呢 基本上也就能结束 这活干的要结束的时候 这个边上啊 多了几多土 我们就把多多土呢 挖起来 给它扔到上面 那个地里面去 所有的瓶 找完了之后 我们呢 按照老规矩 来回的 给它压一压 拍一拍 这个效果呀 一下子就呈现出来了 俗话说得好 一压遮白丑 就算我们找的平 找的不是很好 但是啊 我们最后 来回的 给它压一压 这个效果呀 一下子就呈现出来了 反正一句话 找不平 我们就压 压不平 我们就扫 扫不平 我们就下班 回家 换个老板 OK 最后给大家 看一看 东家这个房子 这个地坝的成本啊 感觉比这个房子的成本 都还大 好 好 好